来看看新闻吧 今年年初一部北京爱情故事 将一群情仪生号的80后演员 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其中的兄弟情仪 更是让人跌入了回忆 不能自拔 而在剧中除了监剧演员和导演 双向才能的程思诚之外 李晨和张艺这两位在剧中 饰演完全反方向的演员 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成为了好兄弟 本自杀海电视节 两人带来的就是 由他们共同领行主演的电视剧 好家伙 在现场两人更透露了双方的渊源 两人更是笑称 合作太多已经烦死对方了 烦死了 真是烦死了 我们俩八个戏了 而且他一直以为是七个 是十年以前 我们俩拍过一个电视电影 谁都不认识谁 谁也没记着谁 网友帮我们找着的 第一次正式的合作 每次到现场 如果我要见不着他 他见不着我 我们都难受 但是每天我们俩都拿着通告单互相比 每天晚上我接到通告单互相比 我就问助理 我说明天有陈儿的戏吗 我说没有 陈儿哥休息 我就气得有阿切屎 一旦听说这个 明天李陈儿都拍得全天 甚至超时 我可高兴了 我也一样 我每天都在现场 我说我不拍了 他明天怎么又休息 从北爱到如今的好家伙 兄弟一起出演 仿佛成了李陈儿出演电视剧的一个惯性 现场李陈儿也表示 和兄弟家一起演戏 自己很开心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在一起 其实拍戏的过程 是一个游戏的过程 需要找到一个开心的伙伴 然后 不管是在工作 还是在生活当中 我都希望能有一个 更快乐的氛围 所以还是会希望 多和朋友在一起演戏 北京爱情故事 不光捧红了一众哥们 成就了佟丽雅和陈思成 这对令人羡慕的情侣 不过本次佟丽雅 并没有和陈思成 一同出现在 本节的上海电视节上 陪伴她出席的 就是最近备受关注的 小东北雷佳音 本次她们是为了 宣传她们的新剧断奶而来 在专访中 雷佳音告诉了我们 她眼中的佟丽雅 我之前见她 我并不知道 她是一个很开朗 有很开朗一面的这种女孩 我生活中是一个 比较懒散的一个人 她生活中 她是狮子座 她比较亢奋 她来了以后就 演员状态好 来 赶紧来 演员状态好 今天来 来不来 来不来 快快快 她这种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 哦 她那么有鸡血 就是感觉 立刻会把我也带出来 80后的雷佳音 是一个纯正的东北爷们 而现在久居于上海 开朗 健谈 爱开玩笑的雷佳音 更是现场 和我们说起了上海话 从东北到上海的过程 也让这个曾经的东北大汉的身上 融入了更多属于南方的细腻和温柔 这才成就了现在的雷佳音 当我们问起雷佳音上海男人 和东北男人的不同时 雷佳音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想法 北方人的表达是那种 他不会经常对老婆好 他不会经常挂在嘴上 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比方说北方男人就就我来讲 我从来很少说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很少说 我经常说你长那么难看 但是这种 但是我的那种态度传递的可能是 我不说这个问题 但是南方的那种男人 可能会是那种 老婆他很关心 他会很直接地表达 那个老婆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出去会给老婆拎包什么 但在北方男人来讲 就很少会出这件事情 说到80后中的新人 当然就不得不提 因为电视剧步步惊心 而备受关注的当红小生林更新了 本次林更新带着自己 和林心如出演的新剧 姐姐力正向前走 来到上海电视机 在发布会上 略显紧张的林更新很少说话 只是时不时地做一些小表情 来缓解尴尬 而身间该剧女主角 和制作人的林心如 却一不小心 倒破了林更新状态低迷的原因 这边林更新略显羞涩 精神低迷 那边因出演《仙剑奇侠传》 而备受关注的女演员唐燕 也不知为什么略显紧张 而身为新剧搭档的黄宗泽 却在采访中透露了一个不一样的谈论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开心 很开朗的一个人 而且有点鬼马 很有趣 我觉得她说话 而且她很专业 真的很专业 只是笑点比较低 对 刚才他们问我 没有说这个 笑点很低 无论略显紧张的新人 还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演员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本次电视节上 越来越多的80后年轻力量 正在崛起 倔强 努力 不服输 成了80后的标签 也正因为这样 让80后可以撑起 中国电视剧的明天 感谢观看